所以在金融教育裡面 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 剛剛在座的學生跟老師都會有提到一件事情 要麼它跟數據有關 要麼它跟邏輯有關 它跟思考有關 到最後你要把你這些所學的東西 你思考的結果 還有你的知識 怎麼應用在這場生產當中 其實就跟你日常生活的這個金融市場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那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綜合了這些知識跟技能以後 你怎麼樣做出一個有效的決策 那你要有效的決策之前 你要有判斷力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教育長期來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養我們將來學生在 各個階段以後 它的這個所謂的獨立生活能力 跟獨立判斷的這個能力 它都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 來應付我們剛剛民主長講到的 現在的詐費關鍵後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我們先往對一個所謂的發生的事件的 所謂的判斷努力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教育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我們當然就要去思考說 怎麼樣用技能的課程 然後再加上創新的課程 來幫助我們的下一代 慢慢的把這個判斷力提升起 那這個也是我十二年來 我是希望透過金融教育 來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那這個也是我們從一開始來 我們從股到眼 慢慢的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 那我們希望說 在未來剛剛政府是提到的 這個人工智慧的這一個發展的時代 這個AI 我們一定要提升我們的這一個能力 就是它發展出來的這個 這個AI的這個系統 那你的學習方式 你的教育方式 都要跟著它們面對 那我們怎麼樣想跟AI 剛才都是講到一些事情 有 有好也有壞 那你就要想辦法 怎麼樣把自己提升 跟AI來合作 或是甚至大家講 你說它可能是一個競爭的環境 那你要怎麼樣合作跟AI合作 如果相處的 我要講說相處的比較愉快 或是比較對你的幫助 那我們就要慢慢的去訓練 你的這個思考的能力 一個判斷的能力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賽 還有